大家好 饭店里面的呛半莲藕为什么吃起来清脆爽口 而且颜色还不会发黑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下面我就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小节的莲藕 用刮皮刀刮去外皮 去皮后清洗干净 再把莲藕改刀切成稍微薄一点的片 切薄一点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切好后把它放入清水中 然后咱们再把莲藕表面的淀粉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再重新倒入没过莲藕的清水 接着往里面加入少许的白醋 咱们把莲藕给它浸泡10分钟 这样可以防止氧化变黑 趁这个时间再来切一点小量 准备几半的大蒜先切成薄片 切片后再剁成蒜末 凉拌莲藕肯定少不了姜 我们再给它切一点姜末 将蒜末切好后装入小碗中 再加入一小把的干辣椒 少许的花椒 淋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接着再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白糖提鲜 加入一勺生抽 加入少许的白醋 白醋不要放得太多 要不然太酸了 最后加入少许的芝麻香油 用勺子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菜和小葱切成段 下面锅中烧上水加入少许食盐 滴入几滴白醋 水烧开后 把泡好的莲藕倒入锅中焯水 焯烫的时间不能太长 烫30秒钟就可以 这样才可以保持莲藕脆爽的口感 另外咱们烫莲藕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铁锅 要不然烫出来的莲藕颜色会发黑 焯烫好以后 接着把它捞出来 放入提前准备好的凉水中 过一下凉 过凉后 再捞出来控干水分 装入碗中 然后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撒上切好的香菜和小葱 下手抓拌均匀 哇塞 闻起来 真的太香了 抓匀后 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 炕拌莲藕 就做好了 这样拌出来的莲藕 吃起来清脆爽口 开胃解腻 而且这样拌出来的莲藕 颜色洁白不发黑 不发黄 天热 吃饭没胃口的时候 拌上一盘 好吃又解馋 有喜欢的朋友 帮忙点赞转发一下 感谢支持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